大家好我是舅姐姐 你看到這是什麼呢 眼尖的網友一定一看就知道 這個就是泡菜嘛 舅姐姐我今天要教大家做泡菜嗎 不是 舅姐姐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吃到這款 喔這款泡菜真的很好吃 他來做韓式煎餅 非常的適合 因為他的泡菜非常的脆 而且非常的好吃 這個泡菜呢 是我同學他先生做的 我同學他先生是個韓國人 所以他做出來的 韓式泡菜是非常道地的 這個韓式泡菜呢 你無論是把它拿來做 部隊鍋啦 韓式煎餅啦 海鮮煎餅啦 或者是 韓式年糕啦 韓式豆腐鍋都非常的適合 都非常的道地喔 但是最重要的要做這些韓式料理 你就在選擇 很優質的泡菜 我有吃過全聯色啦 還有大潤發啦 還有一些其他地方的 但是 吃起來那個味道就是沒有這個 德辛哥廚房 這個泡菜這麼好吃 這麼脆 而且這麼爽口 他又不會很辣 而且他的 那個辣是 天然的那種辛香料的辣 並不是那種辣椒粉的辣 讓你吃起來死鹹死辣 所以喜歡吃泡菜的朋友呢 我建議你們 推薦強力推薦可以買這款泡菜來 試吃看喔 好我看到這裡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還有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同時更重要 那要將這個影片分享給你的婆婆 媽媽 老婆 女朋友 還有 喜歡吃韓國泡菜的朋友 或喜歡吃煎餅的朋友 然後 給他們看這部影片 讓他們自己去做動手做 或者請他們 做給你吃 這樣你才有機會吃到這麼好吃的韓式泡菜 那如果你不知道去哪裡買泡菜 你可以買 德星哥廚房 我會把他的 購買資訊寫在下方 你可以自己跟他訂購喔 好首先我們用高筋麵粉 150 因為我家人口不多 所以我只要做150 我們加地瓜粉 20公克 大概是兩大湯匙的 地瓜粉 這樣的目的呢 是讓他增加他的脆度 那你等下吃的時候 他才會脆脆的 聽說韓國先生告訴我 就是德星哥告訴我 他們是加 雪碧 很特別喔 再來我們把 剛剛的這個 這就是我們擠出來的泡菜水 這就是我們要用的那個 就是麵糊的那個水 我們就不需要再另外用清水喔 我用這個來調 如果你的水 有 240克 這240克應該足夠應付 我們這一些 我們這個170的麵粉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倒下去 先攪一攪 好 把它攪散開來 那至於調味呢 我們等這個麵糊調好以後 再來看看是不是需要加 調味料 因為他本身的這個 泡菜汁就是型的 所以 我們來看看 這樣子麵糊好像還 太乾了 那我們再去 加一點水 我們再慢慢加進去 不要加的太稀喔 因為 等會還會再加了料下去 加了料下去以後 它還會再出一點水 重點就是把它 調勻開來就好了 不要讓它成 團狀 讓它稍微 有點稀釋的感覺 大概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看這樣 麵糊的顏色是很漂亮 這個等一下煎起來 這個泡菜煎起來就會很漂亮 好我們讓它 靜置一下 接下來呢 我們把蝦子呢 跟魷魚呢 洗乾淨 然後呢 我們燒一鍋的水 我們要把這個 海鮮呢 丟到裡面汆燙一下 我們要做韓式煎餅裡面的料呢 都要是熟的比較好 這些海鮮類沒有熟的話呢 吃起來很容易 就會拉肚子喔 所以 這些海鮮一定要先燙熟 也不用燙到完全熟 但是要讓它變色 接下來我們把蔥洗乾淨 然後切成段 雖然德星哥廚房裡面的泡菜 它已經有一些韭菜跟這個 蔥了 但是呢 因為我們要煎的時候需要比較新鮮的 才會有那個香氣出來 我們把韭菜也切斷 然後先放在旁邊備用 我們 這樣子呢 等一下 吃起來裡面就會有泡菜 還有這些 菜的味道 水滾囉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 花枝跟那個放進去 跟蝦子放進去 翻燙 好我們把它 稍微汆燙一下 就可以趕快夾起來 好 這樣我們的海鮮 就全部都 汆燙好囉 我們可以 切一小片的檸檬呢 擠在這個 海鮮裡面 這樣可以 去掉一下 它本身的這個海鮮的腥味 這樣擠點檸檬之後呢 這個海鮮聞起來的味道 淡淡的那個 檸檬的味道 很香 所以當你在 料理的時候 就不會 味道就不會被 這個海鮮的味道給破壞 既然我們的這個 海鮮 蝦子跟魷魚 我們已經 湊透我們已經切成丁了 我們就等著在旁邊備用 最後的煮幾盒 就是這個泡菜 為什麼我要把在最後切呢 因為它如果一放上去呢 整個棧板呢 都會被它弄到 顏色變色 所有的食材也會被它弄得 看起來很髒 所以我會放在最後的時候 再來切囉 因為我們要做泡菜 如果你太大的話 吃的時候 直接就把它 丟到麵糊裡 我們再來就依序加入材料 到這個麵糊裡面 我們把這個 我們就把這個 抽透跟 蝦仁的那個料 丟到裡面去 再來把這個韭菜段跟蔥段 在最後要煎的時候 再把它攪拌一下 加進去 我們現在先來拌這個 把它攪開來 看到沒 我剛剛說不要用的太稀 不然的話 那些料都裹不起來 好然後呢 再來我們再加入 韭菜跟蔥 加進去 我們把蔥先加進去 再加進去 這些進去之後呢 它會軟化 會生一些水出來 留下來它就像瀑布流下來 不是一下就流下來 緩緩的流下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撒一點胡椒粉下去 提味一下 再攪拌 我們就等 把它放著 然後等一下等我們要煎的時候 再拿出來使用 再來我們要調這個 海鮮雞餅的蘸醬 我們先醬油大約 一湯匙 然後呢 醋 大概半湯匙 好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糖 1 2 湯匙的糖 最後還要再加上芝麻 然後我們再切一點 蔥 蔥花 小蔥花 因為我 不需要太多 所以我就 挑一根比較小的 不要浪費 因為現在 蔥很貴 辣椒也不需要太多 放進去 拿筷子把糖攪散開來 美味的蘸醬就完成囉 這樣等一下配著美味的韓式煎餅 哇 簡直太棒了 根本就像在餐館吃飯了 好我們開始做我們的煎餅了 首先我們要起油鍋 用一塊下來試試看 這油溫可以了 大概差不多可以了 我們先煎小塊的好了 這樣子我們在吃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方便 好我們現在另外一邊已經翻面了 然後翻過來 翻一面 聞到好濃的泡菜味道 這個比外面的 泡菜的量還要多 所以吃起來是滿滿的泡菜 哇因為我們自己要吃的 我們放了很多的泡菜 所以當你在煎的時候 就很濃厚的泡菜的味道 就出來了 這個 好吃的泡菜就是這樣 如果你買到不好吃 很雷的泡菜 吃起來真的是 超難吃的 宇宙姐姐我忍不住 想要來偷藏一塊看看 好喝 自己做後 覺得什麼都好吃 焦焦脆脆 還有我最愛的 韭菜的味道 滿滿的韭菜 還有滿滿的海鮮 好吃 這個餅喔 因為我有加一些 剃瓜粉 所以會脆脆的 好烤的 讓每個人的做法不一樣啊 如果你還有更好的做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就姐姐我 我也要來嘗試看看 好我們的小塊煎餅 也好囉 把它盛起來 看有沒有看到蝦仁呢 看他蝦怎麼呢 哇 好吃的韓式煎餅出爐囉 哇 看了我就 食指大動 好了 再來我們要煎大片的 一整片的喔 然後再加多一點的油 因為一整片需要比較多的油 這個我是要做大片的韓式煎餅 我們就把它倒下去 豪邁的倒下去 嘻嘻 哇這身體 身體還真舒服啊 然後把它鋪開來 迅速的鋪開來 我們現在火關小一點 然後這個 菜籽要撥到裡面了 撥開來 現在讓它慢慢的煎 火不要太大 那等下下面焦了 我們可以稍微 我們可以稍微把它挖起來看一下 還沒有 還沒有當很 堅固的樣子 好我們要翻面囉 技術大烤焰 一二三 哎呀 成功 好我們再倒一點油下去囉 讓它 可以煎到恰恰這樣子 滑鍋子 讓油可以均勻的 潤到每一個面 看到整面 大面的韓式煎餅 看起來是不是 裡面還有滿滿的菜喔 很重要的是有滿滿的泡菜 韓式泡菜 德辛高韓式泡菜加在裡面 在煎的時候你都一直聞到那個泡菜的香 翻過來看一下 哎漂亮 這一面也很漂亮 你看到蝦仁嗎 哇 蝦子 魷魚 海鮮泡菜煎餅 雖然我忘了放蛋 但我覺得吃起來是很好吃喔 煎到後面就會聞到韭菜跟泡菜 濃濃的香味一直撲鼻而來 好香喔 你可以在上面散上一些芝麻 看起來是更像外面賣的 看起來是更像外面賣的 好我們美味的韓式泡菜就起鍋囉 滑到盤子裡面來 哇 漂亮 好我們好吃的韓式煎餅就完成囉 這是大片的 好我們要吃的時候呢 再切成小片小片的 要拿在 要吃再自己拿 撒上了芝麻 還看到滿滿的餡料 看起來真的是讓人食指大動 這個是小片的 就是你在煎的時候直接煎成小片 要吃的時候呢 就一片一片的拿 你也不需要再 再動到砧板或菜刀 直接就可以上桌囉 看到這樣子 這麼 材料取得是非常的簡單 你是不是看了也心動了那麼 趕快備料也來做 動手做一做給家人來品嘗一下這美味的 韓式泡菜煎餅 記得喔 一定要買優質的泡菜 德星哥韓式廚房泡菜 真的是非常適合做煎餅 好吃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要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才會收到我新的影片的訊息 同時呢最重要要分享給你的 老公小孩朋友 還有同事 一起觀看我的影片來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你有喜歡看什麼影片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會為你拍子喔 那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